大家好,我是常米 今天是2021年12月21号,周二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多钟 室外的温度有零上三度 天气是个大晴天 因为是零上的温度,太阳也出来了 所以说这些冰、雪都是在农化中 屋檐都是在滴水 然后就是说,就跟这种天气 因为晚上它的温度又会降到零度以下 所以说这边就是讲这些农化了的水 就会很容易就会结成冰 所以说大家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出外面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 因为它这种就是,你也看不到它 是不是冰安什么东西走上去很容易滑倒 大家一定要去注意这个情况 现在晒到太阳就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加拿大的电费 在安省这一块,就是说我们住了很多一年 安省的电价是有三个 我们那个小镇是有三种接提型的电价 每个小镇是不一样的 而且每个省也不一样 这个是,就是讲可能有上下的浮动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那个小镇就是最便宜的电价 是八分钱一度的电 这个时间段就是好像是晚上的九点 到第二天早晨的六点 这个时间点就比较便宜 所以说我们都是一般情况下 米茶它都是在晚上九点以后去洗衣服 但是在安省的时候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比较省钱嘛 就是讲店价比较便宜嘛 然后它第二档店呢就是讲 在早晨中午晚上这三餐饭的时间点里 以外的这个店价呢就是说是一毛钱一度 但是在这三餐饭的时间呢就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个时间段呢就是说是一毛二分钱一度的电 这个就是一种接提型的电价 总共有三种电价 然后呢我们因为在安省的时候呢 我们取暖不是用电取暖 所以说每个月的电费呢 不会超过一百块钱 就是几十块钱的一个电费 因为主要用到电的就是一些电器嘛 然后我们炒菜的这个炉子是电炉 就是这几块用到 然后夏天的时候要去等于是自冷 空调嘛自冷 它会用到一下电费 但是从来没有超过一百块钱一个月 这是我们那种在安省的时候也是两千多尺的一个 等于是一个独栋的别墅吧 就这样一个用电的情况 然后来了安安省省这边呢 2019年的时候呢 我们是第一次建这种用电主室 就在墙面上一个电主室去加热空气的这种取暖方式 所以说我记得2020年的一月份二月份 这两个月的这个电费呢 我还给大家做了些视频 塞给大家看 我一个月的电费要七百块钱 那个时候两个月是一千四百块钱 那是最贵的一次 然后通过那时以后呢 我们也是问这些老移民嘛 然后我们自己也去揣摩了一下 因为对方就是讲大家在这边买房哈 一定要去做的一个工作呢 就是说你买房子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给老的房主 给他要求他们去提供 此前两年三年的这个一个地税 一个水费一个电费 这三个情况让他提供给你 这个有事最好 这样呢就是讲呢 你可以很直接很清晰的去了解 就是说他此前那个用电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 他用这个水的情况就是怎么样 假如说是用蓝油去取暖的 让他把那个蓝油的这个费用清单也给到给你 就这样你就会很明白的知道这种房子 你持有这种房子 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开支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说我们2020年年初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电费这么贵嘛 所以说我们就方抗了他原来的这些 这个用电的这个情况 我们发现他的每个月的用电呢 也是300来块钱 就不会跟我们这么离谱的达到700块钱 所以说后面我们就是讲 他原来他也做了一次说明 就是正因为他们的电费很贵 所以说他们加装了两个空调 就是冷暖空调 所以说他们就是冬天一般情况下 就把它恒定调到2140度 然后呢就是讲这样就是最省电 我们用下来果真不错 就是到今天为止 我们每个月的电费啊 冬天每个月的电费 也就是300多块钱一个月 这个就是在这边就是住宅用电 因为这边的电我们家是没有风谷电价的 就是1毛6分0008 这样一个一度电的一个电价 所以说每个月的这个用电的情况呢 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 你家里面又有哪个地方 又有什么问题 你其实从电费跟水费这个上面 你就知道你家里的水管有没有漏啊 或者是你家家里哪里 可能没有密封好啊 保暖不好啊 什么东西的 哪个窗户坏了啊 什么东西的 这个从电费当上你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所以说这个工作大家就是讲去买房以前 一定要去做好这个工作 就是讲我们原来的老房子 去要到这些相关的这些开支的明细 给到给你是最好的 这就是在我们 那我是哥小这一边的一个等于是我自己的一个用电的一个情况 店家的情况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一些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再见 意思 Willapa呢 要是一里面里面